谁编的,真是太有才了,今天被这个段子笑出了眼泪,特意分享给你。 一,一场疫情,全民成了厨子,医护成了战士,老师成了主播,机关干部成了门卫,家长都成了班主任,只有孩子们依然是神兽。 最糟心的是,孩子们光明正大地捧起了手机和平板,咱还得加上一句认真看。 最神奇的是,小区门口的保安都成了哲学家,问的都是直击灵魂深处的终极哲学问题,你是谁,你从哪里来,你要到哪里去,然后深情地给你一枪,看你是不是头脑发热了。 出个小区门跟出国一样,正见其茶,还用枪对着你的头,尽量不出去,出去门卫一枪,超市一枪,菜市场一枪,回来再补一枪,枪枪打头,打得昏头转向。 若最后打中37.3度以上,你就不用回来了,太危险了,外面要命,没事尽量别出门哈。 2.意大利街头飙雨,不要乱跑,这里没有火神山,也没有雷神山,更没有中南山,也没有共产党当靠山,感染了只能抬上山。 3.意大利老爷子说,二战都没这么恐慌,网友神平,因为二战允许投降,病毒不接受投降,格杀勿论。 3.期待疫情公布是,零新增,零疑似,零死亡。 以前读书,磕磕都想考一百分,今天才知道,零分是最高分。 零是多么可爱的数字,多么珍贵的目标,多么吉祥的符号。 拥有灵,不是一无所有,而是拥有平安,拥有健康,拥有幸福,拥有一切。 在这里,我只想说一句,大家辛苦了,待在家里也不容易,送你个视频轻松一下,千万别私存,转发给家人朋友们一块乐一乐。